哈囉各位LiTV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Ella 很開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電影 也夏天 其實我有稍微看某一個紀錄片 稍微 但是我那個紀錄片我本來就有看過 那我就不變說哪一個了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其實要當 要演這個角色之前 我們有就是跟導演啊 還有編劇還有表演老師也做了一些功課 我覺得我比較多的琢磨是在於 就是說話的方式 因為我自己個人說話罪字很多 然後也會有很多的情緒啊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以吳佑立這個角色來說 他不是這樣性格的人 他這個人乾淨俐落 對所以你看他走的時候頭也不回 連拜拜都沒有 他就是一個這樣個性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說 嗯他在說話的時候 他用的字會非常精準 然後簡短 但是卻 句句重點這樣子 沒有啦當然就是一定是合適的啦 那你說姐夫會不會篩選 這種事情你也大概只有他自己心裡 才清楚了吧 到底有沒有篩掉一些 比較特別激烈的那種戲呢 這個以後你們自然就會知道 也許哪一天姐夫就放生我了 也不一定 人生沒有太多的限制 什麼都有可能 敬請期待 我完全不排斥欸 我覺得只要那個議題是真的蠻有趣的 而且是能夠發揮的 我真的都很想嘗試 但是你剛剛一開始有講到一個 純愛兩個字 我一開始是蠻排斥的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過了 純愛的那個年紀 但後來我想有沒有 有 有一部電影很純愛 叫做麥迪遜之橋 好好看喔 我那個他們在那個路上那一段 就是他到底要不要拉下車門的那個 你看我們這樣一講 有多少人在點頭 那個經典到一個不行欸 可是這件事情就埋在他心裡面 你說他是不是純愛呢 是 而且他幾歲了 他有家庭有小孩了 可是那是他人生中 唯一一次這麼真誠的純愛啊 所以來吧 純愛電影請找我 我可以談一些黃昏之戀 但是其實演的時候 演完是蠻過癮的 說真的我覺得我演得最過癮的一場戲 就是你看到電影最後面 我的那個字我告白 那一段戲是 就像我們現在坐下來這樣子的訪談 可是當下的吳又禮 他決定他選擇要告白 他當然還是可以選他要說的東西 可是他覺得他對這群少年 他那個內心的愧疚感很重 可是說真的 其實吳又禮並沒有真的要害他們 他只是做了他記者該做的事情 他如實地報道了 當然他可能立到用力了冷點 可是他並沒有要針對這群少年 我覺得只能說 這群少年會有一種情感上背叛的感覺 可是說真的 他們真的是很要好的朋友嗎 或者是感情好到一種程度嗎 其實吳又禮可能不這麼覺得 但是那群少年 因為他們是少年 他們單純 他們可能真的覺得 又禮就是自己人 但他是一個媒體工作者 他有他工作上的需求 以及他就像你說的 他有他的野心在 他來到這裡 本來就是尋求一個機會 可以再upgrade他自己的地位 跟影響力這樣子 我只會跟他說老婆會去你的頭七 他超壞 這個名字實在這樣取 實在是讓我很想開這種玩笑 沒有啦老婆你會活靜靜看看 快快樂樂樂萬事如你 我其實不需要給他建議 因為說真的我覺得 對 對我演戲的 的確是我們三個人最多的 可是說真的 我也沒有支撐到一個不行這樣子 就是還有比我更支撐的 然後我只是告訴他說 你就好好享受那個當下就好了 因為我相信現場的導演 所有的工作人員啊 還有演員一定也會給他很多的 就是建議 然後根本輪不到我跟他講那些東西 但是他有跟我分享 他演一場戲的時候 他覺得他自己很在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很為他開心 因為當一個演員 最過癮的時候 就是很在裡面的時候 不管那個裡面是很糾結 痛苦還是很開心很幸福 就是那個當下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角色 還有那個劇情 帶給你的那種氛圍 那個是最酷的 因為那個可能在你的人生經歷裡面 不見得會有 那可能會有類似的感覺啦 可是但是像 像幼莉的這個東西 我是沒有這樣子的感覺過 所以其實我感受到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揪心的 我是很崩潰的 所以那場戲才會是那個樣子 當然有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 麥迪遜之橋 雖然他是電影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在你的人生 就是你單身了60年 突然遇到了一個對象 是讓你真的可以怦然心動 你就接受他吧 你就去享受他吧 人生就這麼一招 如果這一世是你自己安排好的 因為我的確有聽過這種說法 就是說你的人生 其實你上輩子就自己安排好了 你要來之前 喝孟婆湯之前 你就已經排好了 那你如果排了你不去做 那你就白排了 你就是 就是去享受他 而且我覺得 有時候不見得談戀愛的人 的對象是一個男人 或者是一個女人 有可能只是一幅畫 有可能你在跟山談戀愛 就像我們的田庫甄小姐一樣 他現在整個人在跟山談戀愛 他的男友是某座山 不知道他你會告訴你 就是這種感覺你知道嗎 有時候戀愛不見得 真的是一個特定的對象 可能是某一件事情 那如果真的是以愛情來講 不管他 你遇到的是男人女人 或者是什麼事情 你就是好好的享受這一切 因為那太珍貴了 對啊 所以我像比如說老婆的事情 我也很為他開心 因為我就是 親眼看到他很幸福甜蜜啊 這個有多難得啊 尤其他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他的這個人生的那些辛苦 我們都是陪著他走過來的人 看著他的人 所以當大家可以這樣的時候 說真的不管那個對象是誰 只要我們愛的Celina 他開心就好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可以 大家也可以給他們空間跟祝福 也不要就是給男生太多的壓力 造成就是他萬一他受不了了 離開了 那我們如果遇到怎麼辦 你們不要去用 大概是這種感覺好嗎